阿迪斯的各位車友們 大家好 今天下午要來跟大家做安裝分享車款 這一台是11代的阿迪斯 這個是D版的 除了羽圈有比較大之外 它也有D版的專屬的大包 到了11.5代之後呢 它的版本就變成X版 所以都有一些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那如果是11.5代的車友 要特別注意喔 KT之前坐直播都有介紹過 11.5代它的前面上座的螺絲除細是不同 那這一台的話是11代 在阿迪斯的家族裡面 我們做好多好多的直播分享 那前幾天上個禮拜天 11月10號在大會室裡面 也有很多的車友來到我們KT的攤位裡面 有做詢問喔 那當然很謝謝阿迪斯的車友那麼的捧場 那今天要介紹的安裝的版本呢 是KT的道路版本 那道路版本的話 之前有分享過好幾次喔 前面的話是7公斤 後面的話是5公斤 可是雖然之前介紹過很多遍的 那我們還是從原廠的避震器 還有改裝避震器的部分 來跟大家做介紹喔 那今天的車友當然很謝謝 有先來試乘 試乘的時候覺得 產品有滿意 才考慮安裝KT的一個產品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原廠的避震器 這一台是14年的 平時的里程數也有一定的里程數了喔 所以它的上座的部分的話 目前都還正常 有一個衰退的狀況喔 所以車主有反應 它乘坐起來的感覺 有比較搖晃一點點喔 這個上座的部分 像這個都稍微有點秀痕喔 裡面有一個軸繩 也許有可能啦 上座也有可能差不多五年 如果我們一般一年跑兩萬公里來說 那五年也有大概十萬公里的用車頻率喔 上座也差不多到了要開開它的時候 所以這個上座 前面還有後面的上座 KT都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 不需要啊 再拆原廠的上座來沿用喔 這個直接拆下來就好了 如果要拆原廠上座來沿用 對計時來說也還蠻麻煩的 因為這個拆上座 不是像網路上 只有把這個螺絲打開 它整個會彈出來喔 之前網路有一個大陸的影片 就是嫌公司太貴 所以自己拆裝 結果打這顆螺絲之後 打出來彈到自己的臉 就一下喔 所以拆裝這個 也有風險 那拆裝之後 速合起來的順序 如果不對的話呢 也有可能會有異音喔 也有可能會造成產品 壽命的縮短 所以在安裝的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秘訣跟技巧 可是安裝KT的話 就比較簡單一點點 因為我們前面的上座有附 後面的上座也有附一個全新的上座喔 所以改KT的產品 不用煩惱這些的問題 好 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車主它有做一些基礎的基本改裝 譬如說這個鋁圈 原廠的話 Z版應該是17的啦 那一般版本是2055 16吋的規格 這個呢 車主也已經有升級了18吋了喔 所以它的輪胎 在225 40 18 是所有的18吋的輪胎裡面 選擇性最多 然後價格的話也是最合理的喔 所以這個是改裝了 已經有改裝了18吋的輪胎乳圈 而且車主前面跟後面的煞車 也都已經有做想法喔 前面的話是長勝8的一個 多活塞的卡鉗 後面的話是一個加大碟 所以底盤的部分的話 除了避震器之外啦 其實都已經差不多到位了喔 因為前面多活塞卡鉗 後面加大碟的自動力道 就一定會好很多 那再加上KT的一個避震器的話 整體的操控一定會改善很多 會補免很多 後面的話 這個有付KT 有付一個當作 後面的彈簧 是5公斤的彈簧 可是KT的彈簧呢 有比一般業內的其他的品牌 還要拉得長一點點 這個彈簧我們的自由長度是190mm 一般的話有可能做160mm 170mm 也有可能做180mm 為了要兼顧像這樣車款的舒適度 所以我們把彈簧的公斤數 沒有打得特別高 做5公斤而已 它長度的話做到190mm 所以它比較能夠兼顧到後面這樣懸吊系統 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如果像這樣多一幣的系統 如果把彈簧配得太硬 還有把彈簧配得太短 就有可能會造成不好做的狀況 但是如果要操控的話 當然彈簧縮短 公斤數提高 對操控性有比較正面的幫助 但是如果要兼顧到一般的道路行駛 甚至是這個台車可能改裝之後 有可能要在家裡長倍 那就需要兼顧到這一台房車應該要有的舒適度 所以KD有考慮到這一點 我們配置的長廊公斤數才5公斤 長度的話也有特別拉長 所以這個是後面的部分 那今天的車高 剛剛原廠的時候大概是快接近60公斤 所以今天要降低到大概兩指半左右 以254018的規格的話 其實KD的設計還可以再降低 但是考慮到有大包 考慮到種種行車的一個便利性的話 剛剛經理有建議車友 就是降低大概到兩指半左右的一個車高 但車高的話 每個人想要的感覺 視覺感覺也好 操控感覺也好 每個人想要的感覺不一樣 所以我們能夠調高低的範圍呢 其實還蠻寬的 那調軟硬的區間的話 等一下再跟大家來做介紹 調車高的部分的話 鏡頭這邊的話帶得到嗎 這裡的話 就是調整車高的部分 我們如果把這整體的長度把它拉長的話 它的車高就會變高 那相反的 縮短的話它的車高就會變低 所以它調高跟調低 不會去壓縮彈簧 所以它的調高調低的整體的乘坐感覺 是一樣的 等一下 沒關係 那個 把它打車開 好 那我們繼續來介紹 後方的話 蘇尼的調整呢 它的 是在後座 後座 這個之前也有介紹過好多次了 一樣你從那邊 我們從這邊 後座 在後座裡面 我們拆裝的時候 需要把這個 後面以背靠的地方 往前掀 往前掀之後 這裡有一個飾板 從這個地方打開 上面的話有兩顆螺絲 但是這個應該計時才需要拆裝 車友的話 只需要要怎麼調整阻尼就好了 調整阻尼的話 這裡有一個阻尼旋鈕 這個是後面避震器的上座 從這個地方阻尼調整鈕插下去之後 就可以從這個地方來調整軟硬 往順時針的方向 往順時針的話 H它就變硬 往逆時針的話 它就會變軟 所以KT的話 一共有30段的阻尼可以調整 那一般如果車主沒有特別要求的話 我們大概都設定大概在15段左右 這是後面阻尼調整的方式 那我們來介紹一下前面 前面的話 它的前面的指標 不論是現在的11代 或者是2019年最先上市的11.5LINE 它的前面都是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都是賣花城的這邊 好 這個就是剛剛提到過的 它的前面已經有改了多核賽的一個卡鉗 所以整體的一個沙特自動離島間非常的不錯 好 前面的賣花城的懸吊系統 KT配置的是7公斤 其實如果要再舒適的話 這台車還可以配到6公斤 但是7公斤是很 在我們開發當時呢 是一個很均衡 按意思來說 一個非常均衡的表現 要操控也好 那要舒適也好 都有辦法取到一個 滿平衡的一個設定 車高的調整 前面一樣是維持兩指半 可是前面的話 它的調整方式 這台車跟後面是一樣的 就是把下方的基座往下延伸 它的長度變長 車高就變高 所以這台車前面也要兩指半 最低的話 有辦法到半指 可是這個有大包 這個都有大包 所以也不太建議這樣那麼低 如果要那麼低的話 KT也有特別的產品 KT也有一個氣壓懸吊的一個產品 可以提供給大家來做考慮 前面的避震器的話 下方有一些離載穿 或者是ABS感應線這些 當然 現在不只是KT有進步 每一個廠家都有針對這些的小細節 再來做一個更完美 所以這些固定點 都依照一個安全的規定 那車高的調整完畢之後 這個齒輪狀的頭盤 記得一定要把它敲緊 因為前面的懸吊系統 它跟後面不同 它前面的話 麥花神不只負責上下 它在轉向的時候 也有可能會有旋轉的狀況 所以當轉向之後 這個齒輪狀頭盤 如果夠緊的話 有可能開一開之後會鬆脫 鬆脫的話 並不會有危險 可是它會有低音 所以這個齒輪狀的頭盤 安裝完畢之後 一定要特別特別把它敲緊 那前面的主儀調整 是在引擎室裡面 引擎蓋打開 像前幾天有一個車友 抹開到引擎蓋 這個引擎蓋打開 有時候要檢查也好 或者是要做一個檢修也好 都是一個必備的 所以引擎室打開之後 然後在這裡這個飾板的下方 就能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 那上座的話 這裡有一個旋鈕 調整的方式跟後面的話 是一樣的 這個旋鈕因為鏡頭伸不進去 所以我在這裡做示意 如果一樣順時針的話 它有一個一個的手感 所以就用一個一個的手感 一個就是代表一段 那一共有30段的阻名可以調整 左邊跟右邊呢 記得一定要對稱 也許有可能 開了半年之後 忘記半年前調到第幾段 那車友的話不用擔心 忘記的話 我們把逆時針轉到最底 它就不動了 那就是0段 就是最軟 再一個一個的數就可以了 所以調整阻尼的方式呢 這台車來說還蠻方便的 因為有的車系的話 需要再拆這個飾板 對車主來說的話 就比較不方便一點 但是這台車不用 阿體之後我們介紹過好多次了吧 它調整阻尼 蠻方便的 所以 車友們如果選擇避震器的時候 常常會在社團裡面也好 或者是詢問親友朋友 或者是對汽車改裝 比較有驚豔的一個朋友 但是 詢問下來的結果 其實每個人給的建議的方向都不同 但是 KT的話 其實我們都有提供試乘車 如果覺得困惑 不曉得從何選起避震器的品牌的時候 不妨考慮來KT來試乘看看 而且KT在我們北區的經銷商也好 或者是中部的工廠 甚至是南部的店家 分別都有提供了試乘車 可以給車友們來做試乘 那試乘之後 覺得KT不錯 像今天車友的試乘一樣 覺得不錯之後再來考慮就好了 所以很歡迎大家來試乘KT的產品 那如果對KT剛剛影片的介紹 經理剛剛的介紹 有任何疑問的話 請不用客氣 請到KT的粉絲團上面 私訊我們的小編 以上是今天的artist的直播 謝謝大家 拜拜